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跨媒体艺术家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流行文化的影响力 为什么呢 因为流行文化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社会 甚至你自己 譬如是早上听什么歌 你会穿什么衣服出街 跟朋友讲什么话题 或者是将来你退休会选什么地方 甚至我们的科技都可能被流行文化受影响了 什么叫流行文化呢 如果你看回字典的定义 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 在一个体系 在一个社会体系里面 是大家会相同的信仰 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 一些物事 他们会分享 这个就是一个流行文化的定义 在西方流行文化 在近这个时代 都会讲是 譬如是我们的电视 电影 画 藝術品 甚至可能comic book 你在外出会买的物事 fashion 都是在流行文化里面的范畴 和流行文化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大部分target 就是年轻人的 好了 传统来说 文化就好像分开了高尚的文化 和通俗的文化 但是 这几十年 因为我们的社会上 知识水平 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这条界线就开始模糊了 再加上 现今代的流行文化 包括了我们的电视 我们的音乐 我们的fashion 甚至是我们现在的internet 大家sharing的时候 大家一起分享 一个共通的内容的时候 有一点会出现了 就是我们的认同感 和存在感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流行文化 就给了一种媒体 我们去大家觉得认同 大家会一起 好像一个族群 一起去做一种同一件事 所以流行文化 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很多 但是 这件事也带来了一些 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流行文化 就像大家一起认同的时间 有机会影响了个人 对于某样东西的看法 所以 今天 我希望大家注意 留意 不要忽略流行文化 对于我们个人的影响 流行文化 都影响了我们的未来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有一部电影 由扣比力克所导演的 2001太空漫游 The Space Odyssey 它里面的设计 就整整影响了 我们一代设计家 对于我们的生活 对于我们的家师 甚至我们未来 在太空殖民的生活 都好像被定义了 影响很深远 我自己也是 那里面 这部电影的人工智能Alpha 它就啟发了我去设计 计划计计 那现在我就有 Gemini 跟我一起去画画 创造艺术品 都挺特别的 那另外 星球大战 星球大战里面的 譬如是 3D的影像的通讯 甚至里面的一些 很幻想式的科技 今天其实是科学家 正在发明出来 我相信他们也是 以前看过星球大战的 因为大约上 他们也是大约 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间 他们一定是 在星球大战长大的 那另外一套电影 好像《Back to the Future》 那个《Hoverboard》 好像我们现在的航拍 一些自动穿的鞋 那好像出现了 那还有譬如是《Ironman》 《Ironman》 自己穿上身的一些盔甲 其实它是 inspire 了 人去 有一些 真真正正正 可以穿上身的 帮你去搬 超过二百三百磅的物件 这件事 是科技的推动 我可以说是 这个潮流文化 流行文化 pop culture 其实甚至是一个科技的催化剂 事实上在1977年 航行者一号和二号 带了地球上那时候的声音 116章的影像 甚至是不同语言 不同国家的音乐上去 这个呢 里面大部份都是当日潮流文化 所定义的一个结晶品 那你说 我们和外星人去沟通 都和潮流文化有关 它的力量 它的影响有多大呢 有人会问 流行文化是什么价值呢 我从经济价值开始说起 什么叫流行文化 它就包括了 就是我们的电视电影唱片 这个时装 大家喜欢的消费 其实大家喜欢消费 而在这个我们所说 全球有四十亿人 大家在流行程度 都这么厉害的时间 他们会创造了什么呢 就业 创造了市场 创造了财富 经济价值非常高 又用一个 大家都喜欢玩的 电脑游戏的市场为例 当第一个电脑游戏 发明了叫Pong 当时在电视上玩的 好像乒乓波 当当当当 大家开始就说 下一个电脑游戏是什么呢 他追求的就是说 我的电脑可不可以玩 我的游戏可不可以 新的刺激感 推动了什么呢 推动了发明家 推动了游戏编程的游戏设计者 去创造一个新的环境 甚至推动了我们科技的发展 创造VR 我们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 去玩我们的游戏 除了玩之外 收藏艺术品 都跟潮流文化有关系 Poparts Andy Wall的画作 以数千万计 甚至现在Course 大家年轻人喜欢收藏 他的潮流玩具 这些市场 夹夹买卖 都是以亿元所计算 所以经济价值有多大 那些人会继续问 流行文化 除了经济价值 还有没有其他价值 譬如道德价值 甚至是 可能对人类影响的发展 我觉得也是有的 譬如一本书 由Steve Johnson 写的 Everything is bad It's good for you How's today popular culture It's actually making it smarter 潮流文化会令到我们聪明了 在他本书说 潮流文化是很复杂的 它有视觉听觉 有电视见到 有音乐 甚至现在我们有VR 所感触到的 各样东西 都是对于我们的脑部 的需求很多 潮流文化给我们的冲击 我们的脑耳反应 其实整个我们的文化 需要我们的智慧 是越来越高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可以达到一个 我们叫做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Johnson 继续在本书说 在这十年间 美国人的IQ 美国人的IQ 竟然高了17% 我相信现在再高一点 他说为何呢 因为是video games 是video games 是令到我们 是需要即时有反应 是需要解谓 是需要我们 如何去打爆机 各样东西 都是令到我们思考 我们甚至 是出现了新类型人 他们的反应 和他们的思考能力 他们的解谓能力 都高了 还有呢 看电视 电视其实现在的编剧很复杂 这个人物的关系 和那个人物的关系 可能是二十个不同的角色 他们的关系 非常初中复杂 如果你看得明白 这个电视剧 有可能对于你的人制关系 你都可以迎刃而解 那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是否属于流行文化呢 我觉得非常之是 因为现在我们最流行的 就是我们在社交媒体里面 如何把我们的生活细节 如何把我们喜欢的东西 如何把我们所希望的东西 放在和别人分享 从而得到一个认同 甚至是一个社会的活动 我觉得是 而正正这些社会活动 这些和个人的互相的联系 正正就是流行文化的摇纜 社交媒体 甚至是盛在着流行文化的所有东西 不管你是多大年纪 你的社会的阶级 甚至你的教育的水平 你都可以在社交媒体里面 分享你所喜欢的 你所期望的 你所发挥的 甚至推动到人类的创意 和我们的未来 不过这件事是好还是坏呢 看看我们如何掌握 所以我们是需要明白它 理解它甚至研究它 我不是只是社交媒体 我觉得是流行文化要去讨论 因为潮流文化反映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大部分人的喜好 甚至我们会接触的物事 现在我们的互联网 电视 电影 我们喜欢阅读的书本 甚至是会穿的时装 串串 步步 都是被潮流文化所影响的 而给学者能够再去研究的时间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文化背景是怎样呢 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在哪里呢 我们对于大众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些定义之后是可以写成历史的 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 流行文化影响我们每一个细节 年轻人流行文化极具影响力 你可能今天发觉不到 甚至你会问是否 但是在十年十五年后 你会发觉当你投身社会的时候 你可能是一个科学家 你可能是一个时装设计家 甚至你可能是政治家 你那时候的看法 你的价值观 你的希望 你的期盼 甚至你的恐惧 都可能被你 今天受到的流行文化所影响 你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奠定而来 年轻人我等着你 利用流行文化去创造未来